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多謝大家在今天打風的日子 來到這裡 廣東話有一句叫做打風也打不掉 我們今早都在想 其實風球是四點落 還是多少點落 天公做美 我們在兩點之後就在家裏準備好 準備出發來到這裡 今天來到在座的都是相當有份量的朋友 我們在座有很多粵劇界的朋友 學術界的朋友 出版界的朋友 以及很多關心粵劇 和粵劇的明天的朋友都來到 我們在這裡不一一多謝 大家來這裡主要為今年的粵劇界 我覺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來出席的 今天我們在這裡 就是 阮兆輝先生的今年的新作 就是關於粵劇的新行表演的一個新的出版 今天就是由天地圖書幫我們出版 今天我們很高興地除了請到輝哥出席之外 還有今次對這個計劃很大的支持的教育大學的朋友 尤其是梁寶華教授也出來了 我在這裡首先多謝兩位今天的出席 有些月劇在過去這麼多年出版都不少 有不同的藝人自傳 有不同的講話關於唱 應該是怎樣唱粵劇的 自從去年我已經開始聽輝哥說 我要出一本書是怎樣演出的方法 我非常有興趣 後來還知道這個計劃是不容易做出來的 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出來的事情 在裡面也得到教育大學很多的支持 也得到梁寶華教授的很大的編輯和參與 我首先邀請梁寶華教授在這個計劃的緣起 和藝術和教育大學以前的教育學院 一直以來幫粵劇界和藝術教育做了很多不同的功夫 首先請梁寶華教授為我們簡單地介紹一下 今次這個計劃的緣起 好 多謝 多謝Louis 首先教大在這方面 其實做了差不多20年 是粵劇的推廣 其實早在 剛才20年前 1997 我們開始回歸之後 香港的音樂課程是需要教粵劇 所以我們是教師培訓 所以我們在多年前 已經開始做少少關於教師培訓的工作 說回這一本書 其實有一個緣起 有一天 很久之前在江西和輝哥 乘搭長途車 我突然想起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較大有一個通識課程 我們會教學生一些演唱 一些音樂體系 但是講到唱造練打 講到做 以及甚至打 一些動作 其實我們看電影就看得很多 但是這個動作叫做什麼名字呢 怎樣做為之好呢 我要教識學生欣賞 所以突然有一句說話想起 說廢哥不如你可不可以幫我們拍一些片段 最初都是想很少的 誰知現在已經拍了二百多三百段 我們的想法就是把這些片段 做成一個有系統的展輯 然後裡面有說明的 有介紹的 講明這個動作是 起碼什麼名字呢 然後怎樣做得好呢 要注意些什麼 在練習的時候怎樣不要受傷等等 這些很重要 給我們的一方面是觀眾 懂得看、懂得欣賞 知道演員做得好不好 另一方面是給演員 學習的演員也好 或者有經驗演員也好 這是輝哥很有經驗的多年來的心得 其實這個計劃 再牽涉到另一個研究的計劃 既然有了這些動作 我們也在教大裡面 和莫武貞教授 和台灣一位郭伯神教授 我們其實在做另一個項目 不過是有關的 就是希望透過一些現代科技 用輝哥拍攝下來的動作 然後用科技的方式 立刻讓學生知道 他做了這個動作 和輝哥相差多遠 我們透過一些電腦科技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一些發布 可能有些朋友也知道 現在的計劃進行得相當不錯 我們正在做一個試驗 經過試驗階段之後 我們相信這部機器 就會推到給學校和兒童劇團去用 希望讓學生 在沒有老師的指導下 即是他們自己練習的時候 因為他們在練習的時候 如果輝哥說過 如果練得錯了 要改變是很慘的 很難的 所以這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基礎是最重要的 輝哥稍後會說很多關於基礎的事情 其實我們在教大 也做了一些關於粵劇通識的事情 和各位分享一下 八和會館也和我們教大了一個合作 剛好在上學期 即是今年1月開始至5月 我們有一個粵劇通識的課程 總共三個學分 39小時 讓我們香港教育大學的學生參與 我們總共有27位學生報讀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照片 其中我們也請了輝哥和八和很多老官 親臨來到我們大埔校園 跟我們學生上課 其中也有一些同學 他們不僅要學會看大戲 這班學生還要學會做些少許的動作 需要一些水咒 要學唱 還有一些把子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這次第一次 請八和的老官們幫忙教學生 希望他們不僅知道 他們還真的要做 要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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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也要涉獲一些重要考試 這個課程做得挺成功的 我們未來會繼續做這個課程 也感謝輝哥和八和的支持 我想問一個問題 多謝教授 好 多謝 剛才教授有介紹 這次這一本書 其實目標的讀者 其實是希望無論是初學的 業餘的 或者是專業的演員 都可以有些基礎的知識 我還想為在座的觀眾 有興趣問一個問題 其實是一本書 是否已經策劃了的全部內容 會不會是原本策劃更多 或者會不會也有其他更多內容 是一本書內裝不完 我相信是有的 因為我們當初拍攝了很多 有一部分 輝哥可能覺得質量未必是最好的 我們就選擇一些最好的 另一方面 就是本書 大家都看到已經相當厚 是很重的 如果有一本太重的書 我想人們拿著也挺辛苦 所以我們真的希望去無全清 把最好的片段和相片放出來 或者在取捨方面 你放在那本書上 現在你會放得更多 是以圖片或者錄像的內容會更多 還是在演唱的時候 一些文字的內容 或者源流的介紹會比較多 在這方面的取捨是怎樣做的 其實我們沒有刻意去數誰比較多 不過第一部分最重要的 就是輝哥一些基本的示範生行動作 裡面的各種動作 輝哥將它分門別類 大家可能在目錄上會看到 然後每一個動作 都最少有一兩張相片 有一些文字的說明 還有去到DVD那裡 錄影是全部有整個動作出來的 所以大家看到相片 知道名字 然後再看回那個動作 後面還有一些是輝哥的心得 包括練習的心得 或者唱樂曲的心得 也有的 怎樣唱 輝哥很厲害 將一句七個字的一句 用不同的異網 不同的幫子去唱出來 以及一句 這是很能夠顯示到不同音樂體系的分別 這個我覺得也是很珍貴的 不如在這個時候 請輝哥幫你介紹一下 這個策劃 整個內容的時候 那個想法是怎樣的 以及介紹一下裡面 有一些精彩的片段 多謝輝哥 多謝 首先 真的多謝大家 在這樣的天氣裡面 還要記住這件事 早上打風就散了 好像哪一處都不用去 多謝大家 我很害怕掛一漏萬 所以我先多謝大家 我多謝Lewis余國烈先生 今天肯和我們做嘉賓主持 我的拍檔就是促成這件事的 梁寶華教授 多謝 其實說到粵劇教育 我不得不多謝詹太太 因為在1996年 當時他在教育署已經推行這件事 我加入了他的委員會 所以我第一步踏進去 做真正在學校裡面的粵劇教育 第一步 這個也很多謝他 今次有份幫忙的 逐個說 何家耀老師 何老師 因為他南北派把子都非常了得 排場就熟 所以我請了他來 和我們關於有關的事情 他幫忙和我一起打 另一位是蔡之威老師 蔡之威老師 他是 甚麼關斗 甚麼都可以的 到我現在的年紀 恐慌有閃失的時候 當然要找他示範 他的示範是非常標準的 希望大家在看DVD的時候 仔細欣賞他 還有為我提起這本書的名字 寫字的 伍達閒女士 鍾太 其實我很多線都是他寫的 很多把線都是他寫的 好朋友 幾十年的朋友 他結婚後我在這裡做鄧川石 當時做迎賓 還要多謝現在拍照 Jenny So 在這裡看到所有的圖片 都是他的 還有一位利蒙蘭小姐 今天因為她在商務工作 出席不了 她 不是因為做商務 出席不了 她在書展找著做事 她在文字方面 因為我不懂得打字 我只懂得寫 我的稿全部都是她打 同時有什麼錯漏 她和我先收拾 所以很感謝她 原意 林寶華教授也說了 在車上說了 如何去做這本書 其實我有一個原意 很早 很早 但是一直都沒有做到 幸好她提提我去做 其實為什麼我去做這本書 有一個說出來 我又怕得罪人 不過不要緊 幾十歲得罪就算了 當個八爺公亂說 我們以前學戲的年代 很多事情 譬如我握槍 第一天師父教我 握槍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拿著哪裏 一定要看著哪裏 這是第一天學的 握大刀也是 第一天學會怎樣 站也是 做戲 你去練功 第一天學會站 怎麼站都不行 怎麼站直 頭頂要向上頂 肩膀要壓住 等等 原來現在人們是沒有學的 我覺得很危險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第一天學過這件事 為什麼你會不懂 那個可能已經做了三十幾年戲 所以我越想越害怕 後來 再下來 他早三十幾年戲都不懂 他教人也是不懂的 也沒有學這件事 是不是他看少了呢 還是老師覺得那些東西不太重要 我覺得現在真的很危險 很多事情是因為這個基礎不好 令到後面的東西不好 也可能因為這個基礎不好 而出了危險 也有 我們以前學 如果我們握任何把子 對著對方是握大刀的 我們經常都低頭 給咪頭 經常都低頭 向哪裏低 有時候是有的 就是向前低的 一對著大刀 他一咪頭 你就向前低 鑽在哪裏 鑽在他的手上 就是你的頭 向著這裏 他一輩子都劈不了你 那把大刀是在外面的 他想劈你也劈不了你 這是最基本 學把子的原理 但是竟然現在 到今天還有人問我 其實我應該這樣縮還是這樣縮呢 我說什麼都不是你向前 你越向前 越劈不了你 這個原理是應該師父一早教的 還有一件事 我是很強調的 但是拍出來比較好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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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 做演員 如果你對著觀眾 整晚演戲 做三個小時的演戲 觀眾看你最多的形體 就是 走 坐 站 如果這三樣東西不行 就是你不行 但是現在三樣都沒有人練 怎麼坐 不知道 怎麼走 不知道 怎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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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練 站 不是站 所以我這本書的封面 就是站 站 就是站 沒有東西的 反過來 有腳就懂得站 你們傻的 站也要學 就是要學 走也是要學 那現在的人 有練功 練走圓台 走圓台 走圓台 哇 我可以走到多少個圓台 怎樣怎樣怎樣 我說你逐步走出去 原來不懂 走圓台就懂 走出去不懂 那你馬上走不出去 他走出去不好看 就是不合規格 我說這真是很大件事 坐也是 穿什麼衣服 我應該怎樣坐 穿什麼衣服 我應該怎樣坐 這件衣服 如果你這樣坐 就漂亮 這樣坐就危險 或者有些漏衣 不好看 原來沒有人學的 這件事 奇怪奇怪 還有例如有些穿戴的東西 我現在看到很多新朋友 也好 舊朋友也好 做了整場戲 一條規頭水在前面 一條規頭水在後面 他可能不知道 嘩 我們以前 頭渴一刮脫 是不是 是 你沒有幾下 他拼在後面 一陣子 可以照顧不到 但是一做到將近 差不多 你就會感覺到 那件事在哪裡 是不是 現在的人沒有學這件事 有可能沒有教 穿戴是你的責任 扁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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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停扁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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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 有些不是老师不教的 是他们看轻了 有些学生看轻了 你说完可以了 有些是因为他本身 觉得学生没有兴趣学这些基本的东西 因为悶 基本真的是悶 不是说走 一会儿有的 逐步走 天天走 闷闷的 我想做戏 没有动作就壓着腰 这个闷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初学一定是闷的 那为什么你们可以呢 因为那时小朋友的练功和学戏 和现在的感觉是不同了 那你以前说不穷不学戏 我也很穷 找到一份职业 那时候哪有这么伟大 搞艺术 不知道艺术是什么 但是你要听话 你要听老师说 这个是 好像百分一百一定是这样 没有个人觉得不是 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都觉得不是 还需要听他说 那是老师 老师都不听 这个是风气的问题 所以我们为什么那时候可以 底子打得这么久 基础打得这么久 都不觉得悶呢 是因为你没权觉得悶 你没权觉得悶 其实你就是要勇往直前 师父教你走就站就站 叫你这样就这样 我们连为什么都不敢问 为什么要这样 你想死 什么叫为什么 我叫你这样就是这样 现在知道的好处 原来那些全部都是宝 那很希望大家明白 我为什么要出本书 出本书就是提醒大家 那样东西是重要的 不要错过 有些人说 哎呀我都做了很久的 又要从头来过 其实不是的 注意的 有些从头来过不难的 放少一点时间 因为你本身在演戏 你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本书呢 一会儿如果大家有什么 我说的东西不明白 或者看到这本书有什么不明白 大家可以提出来的 什么时候都可以提出来问 不过至于你按哪个键看到什么 那些就不要问我了 我全部都不懂 看到什么 那些人问梁宝华教授 他在哪里 那些我一点都不懂 那我们有些画面可以看到 这个应该是版面 是不是叫版面 DVD目录 你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目录的分类 你为什么要分一两 这几个不同的分类 是 开篇敢言 可能我刚才也说了某些东西 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呢 其实我最初就想着 如果梁宝华教授不提醒我和教大合作 我打算叫人找个手机 我对着他发喊风 我还是想说的 其实我和一些我那辈人 或者比我那些朋友 我一聊起来 我就说 国内的朋友都是这样 我都跟他说 我说你不要紧 现在科技这么好 你对着手机 乱说 你喜欢说什么 要保留一些东西 你不要说 那些没人看 没人看一件事 没人看都说了它 其实这是我们的心态 这个开篇敢言 就是那些东西 粵剧生行 习艺心得 就是我刚才说的 某些东西 我学的时候是怎样 学的时候是怎样 也在过程里面 我会觉得有些东西 或者有些错也不一定 原来这样比较好 也不一定 坦之公的基本功 这个大多数都是蔡之威老师 为我们表演的 他真的很拼命 幸好他还可以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幸好他还可以 真的说真的 真的说真的 他年纪到不上 不行就是不行 第四章 做手伸段 这个不用我解释 龙套和程式 龙套 我们其实是套了经班的术语来说的 我们是叫手下 但是我们呢 手下都分了几套 什么叫手下程式 我没有听过 那就算了 借用的名字 叫做龙套程式 相信大家都明白 那些手下怎么走 开课应该怎么走 某时候应该怎么走 当然现在 演出的剧团偶尔 也有在这些地方出现错误 所以我录一下也是好事 另外就是一个叫程式 很多人以为程式是很短的 其实程式长长短短都叫程式 简单说 其实排场戏很多 都可以归纳在程式里面 如果不是整场戏 那些东西就可以说是程式 什么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当成程式 然后就是唱康基本功 这个唱康基本功 是不全面的 我跟大家说的 因为日新月异很多 有小曲 有什么 你很难归纳去整本书 如果是归纳的 那本书不够厚 只是讲唱 只讲唱 不够厚 所以我是扼要的东西 什么叫做意往 一般的结束音是如何 另外就是说 举例一些 曲牌体里面的牌子曲 小曲 什么叫大调 还有说唱里面 蓝音板眼之类的东西 在我录完那个 录唱 录完唱 我都有些讲解 里面有些讲解 为什么这样 大致上也是这样 我们去下一页 就是本书的照片 就是讲棋 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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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也要动 站是一躬 现在很多人都忽略了 站直 头壳顶要顶着向上 压着肩膀 夹着屁股 伸直腰 站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 很多前辈都会教我们 站、丁、行、八 即是说 站在这里的时候 是丁字步 走的时候 就是八字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站在这里 都是八字的 为了配合我们国画的美学 我们周时会以前脚顶起海青 但是注意不能见乡面 抬腿拿海青 最重要由脚将海青摆到手对的位置 拿起海青的动作 如果你做斯文人 就不能太大动作 穿海青的坐是非常考功夫的 因为你坐下是要用脚尖顶着海青的 多谢 站是一公園的 下一段 飞腿 很多人都知道是什么 但是你知不知道 其实广东班以前是没有飞腿的 我们那个叫跨脚 但是不是这样打法的 飞腿是来自经班的 当然打得很好看 但是飞腿有个基本 就是说 应该要求到 双脚一起落地 才对的 现在个个都是单脚落地 最好的打到 我见过一位 黄雪坤老师 经班的短打武生 他是打右脚 落右脚 单脚 左脚还停留在上面 即是 撇完左脚 打完右脚 再落 是右脚 左脚是站在那里 所谓金鸡独立 就是我们叫做起单脚 左脚还在起 离地 这个是飞腿打到最高境界 只可以打到这样 谢谢 跨 还有 OK 跨脚的准备动作 这个是蔡老师 经班叫做飞腿 片左腿 跨右腿 反方向 片右腿 跨左腿 跨脚的练习 连贯动作 是包括转身的 跨脚的练习 跨脚的练习 连贯动作 是包括转身的 跨脚正常速度的练习 跨脚正常速度的练习 好 谢谢 谢谢 我相信很多人练功没有这样练过 但是我们以前 十个 至少有九个是这样练出来的 当然 还有很多动作 只是跨脚也有很多动作 不过这里 不要看完字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我们最初拍了三百零多个镜头 我们用了多少 用了好像二百多 二百多 那就是 我们的工作日子等等 其实也挺艰苦的 因为 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在一个场地里面 有没有出了镜 有时候 上上下下 有没有离开了 有时候不是做了一次就可以 同一样东西可以拍三五次才可以 所以其实也挺累的 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团队 包括罗古 有高远洪 高远洪 高远拳 又包括我们有一帮群众的演员 也很感谢他们 如果你们看DVD 就会看到 有很多人 好 继续下来 再看一段 马就是我们很抽象的东西 这个上马 当然我们没有穿气服 就是天璣宋子的上马 好 好 一刻盘上到 其上的小宫 有天同老道 但愿不知 满上勇啊 啦...啦... 啦... 啦... 大战 大战是何家耀老师和我一起做的 这是一个程式 现在事有发生的 但是呢 每个人打 有些就 混合北派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现在就放回去 真的是我们广东班的大战 麻烦 不正确是那个程度不正确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边应该会移动 为什么呢 机器乃是机器 就是跟大家讲 电脑的问题 不要紧 有它先 披上去 这边 可以吗 握枪要看着枪头 握大刀看哪里 刚刚调转 看大刀尾 看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又是因为不困的东西 你看着大刀尾 你就自然而然把身 避了 大扣背棋等等的东西 你看着大刀尾 看着 它就不会困到你其他东西 我记得学器 我第一天学握枪 我师傅 袁小田老师 就告诉我 握枪 一定要握到尽 只留下枪尾 这些东西在外面 不能够这样 因为这样危险 打打很容易 尿身自己 或者跟其他东西过不了 所以我们是设计 这种东西 握枪出来就是这样 除非 某些花 是需要握半把 不是全把 如果一握全把 你就要握到这样 这个就是我师傅教下的 好 握 首先我们多谢辉哥 多谢 多谢 看到其实很多朋友 出了很多力才可以 出到来 我想问辉哥 其实有没有想过 其实出了这本书 你的目的就是 人们买了一本书 自己可以回去看 是不是想着 这个就可以做到一个 所谓的教材 我不敢这么奢望 刚才我都说了 其实原意 我不是说 我教材书 我教人演戏 不是 是我们六十多年里面 很多老师教过我 很多前辈教过我 有些人 一毛钱的学费 没有收过我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例如我练功的老师 袁小田师傅 我跟了他九年 足足九年 他没有收过我 有一个仙 这些人教了我的东西 我不拿出来 我必须对别人居住 是吧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责任 我应该都说 我学一些 现在 尤其是小人懂的东西 尤其是 小人去理的东西 其实说出来不值得 说出来 你只是这样而已 是的 说出来没有 你不懂就不懂 所以我觉得 尤其是这些 点点的的的 最重要是说出来 是的 因为那些 有时是窍门 所以我觉得 我有责任 说出来 这么简单 我很有兴趣知道 就是 你其实 这么多年里面 累积了很多 演出的不同的 一些经验 刚才也说 录了三百多段 在那三百多段 抽出来 现在二百多段里面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会有另外一冊 或者是另外一本 或者是有更多的资料 令到可以有更多的 类似的资料 可以流传下来 灵头很辛苦 不是 其实 可以这么说 我很希望 就是第一步 不同的艺人 都做回这件事 哪个行当也好 生行也不要紧要 因为我们有很多门派 有没有一个标准的呢 某些有标准 站在那里 你站不直的 一定不是标准 是不是 你站也不会站 那当然不是标准 不过 其他的做法 有没有其他标准 是有的 我不敢 所以我开始也有说 不是金科玉律 不过我学回来是这样的 基础是这样的 基础是这样的 基础是没有改变的 没有一个老师 会教你 整个人歪掉那些架 是不是 基础是没有改变的 不过 演出法 当然各司各法 有些抬腿 不同的抬法 都有的 但是 我这个是大老子的东西 不是师父的东西 因为我的练功师傅 都是武行 就是做武军府的 不是国 他说我不是会教你国的东西 我只是会教你规矩的东西 所以我把我学回来规矩的东西 都说出来 意思就是说一些 基础的大路的东西 而不是你自己的风格的做事的方法 我想练功是没有风格的 是 如果聪明的那些 最擅长是偷鸡 没有风格的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练的 如果你偷鸡 就不是骗到师傅 是骗到自己 你偷鸡就是少了 少了你真的会不行 就是这样的 我不是说有自己的风格 做戏 你将戏如何处理 那个有风格 这个角色处理 你可以说这是我的风格 我想这样 但是练功在一个技术方面 我相信是没有风格的 我想将时间交给在座的朋友 在问问题之前 我想最后问梁宝华教授一个问题 在教育大学里面 其实都是要关心一个叫做教育法的问题 那你怎样看现在当代 或者是一个艺术教育的方法的问题 用什么方法来做艺术教育 在今次和阿辉哥的合作里面 你会得到什么心得 即是用什么方法 来教授一些艺术的知识 或者表演的方法出来 你今次有什么得着 我想在艺术教育全程中 我想主要有三个很大的方向 首先 就未曾说到方法 这个三个大方 在粵剧的教学里面 我相信第一个是普及化 第二个是优化 第三个是国际化 第一个所谓普及化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 为什么要在学校里面传承呢 因为我们真的希望将来有更多观众 而且观众是要多 因为如果不够多 其实我们也担心将来没有观众看 所以普及化 我的着眼点就是学校教育 因为所有学生都会 现在是十二年的免费教育 在中小学里面 如果在中小学里面 是全面地有粤剧的学习的话 他们会接受这件事 其实我们看到的 在西洋音乐那边 近这三十年做得很成功的 三十年前的学校里面的 古典音乐所谓是不懂的 我们学古典音乐 是连管弦乐团的乐器名字都不懂的 现在每个小孩子拿着这件乐器 政府推得很好的话 自然这件普及是做得到的 管弦乐面那边已经做得到 优化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要提升观众的水平 当然演员的水平要提升 但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是希望观众懂得看 懂得欣赏 其实辉哥有时候也和我们分享 如果演员真的要做得好 才可以赢到观众的掌声 而观众也真的有时候 也不要太阔老 我说 即是什么意思呢 真的要做得好才会拍掌 如果怎么做也是拍掌 可能有些演员就觉得 未必需要很努力 所以观众是要懂得看电影 我亦借鉴全世界的音乐发展 或音乐发展 即是观众的水平高 演员的水平就会高 如果观众也不太懂 只是去趁虚 可能整个水平会低 第三 所谓国际化就是 又是一样全世界 现在被西洋音乐所垄断 我刚刚上星期 是参加了一个国际研讨会 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所成立的70周年 的一个传统音乐的国际议会 他们在爱尔兰一个会议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学者 都会对中国音乐有研究 包括我记得一位爱尔兰的学者 Jonathan Stork 他在研究上海粵剧 是很专门的研究 是一个爱尔兰人 但是他研究的是中国的东西 我相信其实 我们是可以交流的 即是说我们要做 做到我们自己的东西 去给外国人认识和了解 就不只是 大家想象一下 意大利的歌剧 为何全世界都会看到 其实是他们意大利国家的东西 是他们民族的东西 但是他们透过国际化的方式 包括 其实主要都是包括教育 包括普及 令到我们亚洲的人 都在欣赏西洋歌剧的时候 为什么别人不可以欣赏 我们的中和戏曲呢 当推到国际的层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香港也成为一个 真是可以推广粤曲起曲的中心 这个就是我一路做的方向 可以说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好的 辉哥 刚才梁教授说到 我暂时演员身份 跟他刚刚有些东西 是 我有我做 他是他做的 他是关心观众 他可以教识观众如何欣赏 但是我呢 跟演员说 就是说 你做好戏才有人看的 你做好自己 你带观众识看你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明白吗 如果演员做得不好 观众识看 识看完之后就走了 是 是 那些东西做得不好 因为他懂得看 那么 就 观众 我 如果暂在演员身份 我觉得演员是责任 是什么 我不管现在有些观众出来 现在他只是柴娃娃 趁去 蜂蜓光棒吹口哨 对不起 我可能得罪了很多人 我不管他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的演员做得好 他欣赏你的话 你可以逐步把他拉近你 你们看什么 这些东西是好看的 来来来来 看这些东西 我觉得演员是责任的 不仅是观众 如果观众一直吹向柴娃娃 你跟他笑 他就跟你笑 你跟他笑 他就笑 如果演员觉得这是成功 就大件事 他一生被观众拖走 所以 是我们跟演员灌输的理论 而且你想的东西 其实是吻合的 不过 你是去想观众 只是想演员 你明白吗 所以我觉得演员是有责任的 不是要教育观众去看 然后才做好戏给他们看 是你要教育观众的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辉哥 时间到这里不剩下很多 我想在座也会有很多朋友 对我们刚才所分享的内容 或者对书的内容 会有些兴趣 或者有些问题想问 我们在座有些同事 就带着 持续咪 如果大家想问问题 就可以举手 我们就会有同事 将续咪交给你 如果可以的话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是哪位 我们就畅所容言 多谢你 谢谢 杜珍祥 我很高兴在香港教育大学 担负一个艺术教育 我很清晰的一个问题 想在私之培训那里 因为如果私之培训 你本身不足够认识 这个乐曲的艺术教育水平的时候 你给全成的问题 会出现障碍 我就想知道 香港教育大学 在艺术教育的层面 你的课程比例 究竟有多少是培训的老师 因为唱造练打 是你传下去的时候 需要很长的时间 如果你的时数是比较少的 我有个担心他们也挺大的压力 多谢这个问题 其实培训任何一个科目的老师 我们面对很多困难 现在全世界的大学过程 都趋向一个趋势 就是一个所谓通识 就是说不是那么专业 我们面对一个 其实都可以说是 趋势就是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老师 当然我们是艺术人 我们很喜欢艺术教育 尽量推出这个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 有不同的持分者 有时有 其实我们大家互相角力 这是一个现象 是真的 只要你问到培养的时数 如果我们有所谓正规的课程 正规的课程 正规的时数其实不多 可以这么说 我们学校里面 已经有一些学分 是专门给学校 就是一些所谓 我们的教育学士课程里面 音乐的同学 他们真的要懂得粤剧的 至少在音乐上的四个音乐体系 包括小曲、邦煌、雪白 和雪唱音乐 四大音乐体系 我们的音乐毕业生 他们全部会懂的 至于我们也强调了教学法 即是如何可以在音乐课中 教导学生的认识 这几个音乐体系 我希望将来多加一些东西 就是跟这本书有关 他们跟音乐的挪鼓 以及这些动作的关系 希望那些学生 因为有时音乐堂 有时校长或老师都会问 我们教音乐 为什么要教动作呢 其实动作 其实一些舞蹈 和音乐有一个配合 其实国内 音乐舞蹈根本是一体的 即是除了音乐之外 还有表演 是的 没错 这是我们较大 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我相信也是我们 只此一家 推出音乐教师培养 就是这方面在乐剧艺术传承的那边 多谢你 多谢你 有没有第二位 我有点补充的东西 辉哥 我本书 刚才多谢了很多人 还有两位没有多谢 一个是有来的 一个是没有来的 就是姚公替我提了一篇字 姚忠玉教修 一个是我老婆 为什么呢 最近的人都忘记了 姚公又没有人来 我又忘记了 姚公提了一篇字 其实是让我上了一篇字 其实最早我写了《自传》 他已经送了一篇字给我 但我觉得我的《自传》 和艺术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不如留下这本书才出 刚才有哪位 先举手 前面这位 后面有一位 可以 这位 举手 是 是 后面有一位 下一位 是 坐下 坐下 不要叫声 辉哥 梁教授 余先生 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里 我自己 未退休之前 是一位小学的教育工作者 退休之后 希望在退休的生活 会更加的丰盛 于是我就去学粵曲 最初我认为粵曲很容易 反正都听了几十年 但是粵学就发现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我自己因为从事教育工作 所以很习惯提书 我开始学粵曲的时候 我就去买了很多书 包括粵曲的基础知识 什么叫帮枉 上网上去看一些教材 发现越听越难 越听越乱 去年就看到辉哥《你本自传》 刚才你说的 好像与艺术没有大关联 我又觉得不是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有一些启发的作用 我会知道粵剧是这样的发展 粵曲是怎样的 今天来听 我会知道更多 关于一些动作和粵曲表演 粵剧表演的关系 也很感谢教育大学 可以做到粵剧的推广 我自己是唱《紫后》的 我就觉得这本书 我一定会买 但是我更加希望 可以出到一本 就是 是蛋 因为我觉得这样 对我去欣赏粵剧 会更加有帮助 刚才我这样 很片面地看了一些 我已经知道 对我自己 将来 欣赏粵剧的时候 我会有更多的知识 所以我期望 梁教授 可以继续努力 不仅仅在一般的艺术教育成全 更加 正如你所说 可以提升到 在粵曲粵剧的艺术 增加我们的欣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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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应两句 好吗 回应一下 首先 我们较大 也正在推出 即将有另一本书 关于《唱康》 《虞谷唱康》 正在推出 至于你所说 这本书是蛋航 其实辉哥一早就说了 首先希望 陈志辉教授走了 要告诉他 如果是粵剧发展基金 资助多一点就好了 又或者艺术发展局 香港政府的支持 因为这本书 到现在为止 我们较大的投资 是超过一百万的 我希望各位 真的知道 很多钱 真的是一本这样的制作 里面 我们有很多协助的人员 是有碩士华博士的资历 我们有很多科技上的东西 我们要邀请很多团队 去拍摄 那些拍摄也是优质的 我们有专业的同事教授 去给予意见 一切一切都是相当多的资源投入 另外一本的蛋航 我很期待会有 资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希望我们会继续努力 谢谢 好 谢谢你 后面有一位朋友 我赞同梁教授所说的 推广粤剧 真的要观众认识的 学生认识的 因为如果不认识 他就不会欣赏 看到那些亲戚 年轻的人都不知道 什么 他就不会欣赏 如果懂得欣赏 粤剧的成全都非常好 但是我有一些问题想问 刚才梁教授说 他在编译一些课程 给那些学生去看 去欣赏粤剧 但是以前那些音乐老师 他自己本身都是不懂的 如果有一个不懂他教 就有些问题 就像辉哥所说的 他们不懂 他教坏了就不太好 是不是 那是否可以 例如 就撥些钱 政府申请 撥些钱 就是 请到那些老官 某一些堂数 当然整个学期 可能只有 有几堂是教缘曲 那些 来去教 就是 正统一点 是不是 那些年轻的人 会懂得欣赏 他们会继续去学习 另外 就是说 我们那些年代 根本没有机会去学 没有好像有这么好的课程 来来去学习 那就是 你除了去照顾那些年轻的学生之外 我们那些年代 那些年代 那些年代 或者很久的那些 都可以编排一些 一些讲座 给我们去欣赏 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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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招式 那些什么 我们去欣赏的时候 就更加透徹 就更加好 又希望辉哥 就更加可以 编排更多的资料 给我们学习 谢谢你的意见 好 谢谢你的意见 我回应 不过要先买广告 首先就是第一 教大我们有些所谓的长者学堂 我们的课程 其实欢迎退休人士 是用200元一个课程 上13折的课程 是很划算的 买广告 好的 可以 当然可以 Pobo姐 我补充一些东西 就是因为现在的小朋友 很多都很 基本上他们不懂得大戏 只是妈妈夜夜看大戏 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差不多 我和辉哥 差不多每一年 今年因为他搞本书太忙 就是没了 明年也会有 我们每一年的暑假 都会举行一个暑期阅剧体验营 四夜五日 非常划算的 除了唱做念打 广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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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小朋友 现在百和的所有学生 有八成 是由我们的暑期阅剧体验营 可以启发出来 去认识到阅剧 去有兴趣阅剧 去看戏 一部分是学戏 但是很大部分 我们经常在演戏 我们经常在演戏 都会看到他们 看戏 就是启发到他们 这些阅剧体验营 也有很多钱 也不是经常在演戏 我和辉哥说过 我们认真给现在的专业演员 就是在演戏 就是在演戏的演员 进去的营导学 但是我们发现 我们有这样的心 就算不收钱也好 他们没有这样的时间 真的 有的 有的 是不是真的 一定有 一定有 可以了 我会搞 先生 你说的 如果我搞 你要帮我忙 月明在哪 你们要帮我忙 好的 好 谢谢波浩姐 谢谢 对不起 我再说了两句 其实刚才那位 问了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较大 在2009至2012年 这三年 其实申请了优质教育基金 200多万 做了一个很庞大的计划 辉哥也是顾问之一 就是说有52间中小学 参加了这个计划 就是我们请了一些老官 和一些粤剧的唱曲师傅 去到和音乐老师一起协作 去教 总共52间学校 120位老师 总共是超过6000个学生 参加过这个计划 在三年里面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东西 还有出了三个光碟 是送给全香港的学校 全香港音乐老师 是收到这个光碟 里面的所有的教材 他们的资料 和一些好的实践方式 其实学校已经有教材 有资源 当然 前线的音乐老师 他们做多少 我真的要靠他们 我们较大 培养更新一班的老师 是真的喜欢去教育剧的 的确有很多功夫 在不同的机构 都在做 在座都有很多不同的机构 代表 今天都有参与 听到大家的意见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想提出 有问题 或者有其他意见想提出 可以举手 好 后面有一位 辉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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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觉 刚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是退休人士 我已经七十多了 现在我发觉 有很多长者学院 他们每年都有 有些粤剧欣赏课程 给老人家 好像我们这样的 退休人士 是百多元一个课程 有十多课 教我们怎么看 在演戏 他们怎样才是合规格 正正是我们要推广的 虽然粤剧粤曲 已经列入了文化遗产 但是也要靠我们 普及推广的 尤其粤剧粤曲 都是以在香港 和深圳最蓬勃的 我发觉不到 在广州或那里 没有那么多人看 现在都撑起 深圳的曲舍 九成以上 都是香港人上唱的 还有 大陆的老官 在上面 找不到多少钱 但是来到香港 每个人都盘满盘满 很多唱口 都是拘捕他们一起出秀 那样的 他们都 我都希望 在这方面 能够多做一些推广工作 我亦都参加过 好几个上课的课 有很多不一定是知道的 所以来说 都希望大家分享一下 长者这方面是不缺的 希望大家多些参与 多谢 多谢 很大的市场 好 还有没有其他 是 辉哥林教授你好 我想问一下 如果不是长者 好像我们比较中年那些 如果我想去一些 年轻人 去一些欣赏粤剧的课程 你们会不会有呢 还有如果我真的想开始 应该由哪些地方去开始 这些是我想知道的 多谢你提供这个 这么好的方向 其实老实说 一直以来 我们想起小孩子那边 年轻人 和退休人士是比较多 是真的 似乎中间那层 因为 我们有时 和一些外国 欧洲那边 那些歌剧的推广人士 他们都说 其实在这个年龄层里面 中年那一班 因为他们真的工作太忙 而看大戏 在欧洲看歌剧 是三四个小时一晚 其实他们不是不喜欢看 是没有时间 放了工 然后到星期六 可能都辛苦到不得了 要在家休息 所以这个年龄层 我们有些忽略是真的 至于你说现在有什么渠道 暂时我这一刻 是想不到什么渠道去 不过我希望 首先这本书 是一个方式 较大也做了一个 香港粤剧的网站 我们也尝试中英文 做成一个国际网站 给全世界有兴趣的人士去看 这是希望透过自学的方式 我想辉哥刚刚说得对 演员也可以教识观众 你首先入场看戏 入场看戏 去听粤曲 甚至乎 我三年前也开始学唱乐曲 我的老师也在 唱乐曲是第一个要做到的东西 你唱到你就会懂得欣赏 所以不妨去试 有机会跟辉哥唱 其实我们也很想做一些推广的工作 其实我也做了很多 大家都知道 很多年了 但是始终都是有些流汗的 始终因为我们不是说 一帮人坐在一起 有一个很大的机构 笼络了我们一帮有心的人 而去做一个真的计划 很大型很统一的计划 只有各有各做 这间做 那间做 各有各 学院也好 大学也好 我们会馆也好 始终都是各行各事 而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去做 所以我们是看漏东西的 就是这个原因 你做这些 他做这些 他做这些 有谁做呢 没有人做 就是这样 我们真的要想的 多谢你 我也想问一下梁教授 你一直有比较 我们传统的粤剧 或者粤曲的教学 和西洋音乐的教学 和经验的比较 相对于 粤曲来说 会不会是 在西方音乐 已经有一个比较统一的 一个教学的基准 和标准来做 令到可以 在不同的渠道里 学到的基准 和什么为止好 什么为止不好 比较能够统一得到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 首先我想粤曲 首先粤曲音乐 我比较熟一点 我是音乐人 其实我们也在想 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其实在想 例如粤曲的分级考试 这是一个希望做到的事情 刚上星期也很诧异地看到 Gamelon 即是金美兰音乐 在印尼的传统音乐 人家在马来西亚 开始做分科考试 即是分级考试 原来已经做了 即是民族音乐 我觉得粤曲 是可以做到这件事 分级考试 如果做到一个考试 其实之前要准备的功夫 就是将粤曲里面的 难易的程度 或者它里面的元素 是要很仔细地 当然也请教行内的专家们 就是什么叫容易 什么是基础 基础以上是如何 他们的进程 我们所谓的课程里面的观念 就是如何由淺入深 去成为 去发展到一个 是懂唱粤曲的人 和菲哥说的就是 怎么会唱粤曲 我其实经常问他 他在这本书展示给你看 他说 做一句歌词 现在你要唱以往就唱以往 唱中版就中版 立刻可以变成的 这就为之懂唱粤曲 其实说到这里 我唱完三年 我发觉 都不是容易的一件事 相当困难 但是起码我们知道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标准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要把所有邦枉的基础格式 分得很清楚 其实在这里又买了一句广告 就是我们即将在做一本书 就是把所有的邦枉格式 很清楚 很简单地去写出来 然后有一些例子的曲目 立刻做个例子去展示 去分析每一段的邦枉是如何唱的 他要注意些什么 上下句或者评质等 是要很清楚很基础地展示出来 让学者自己去学的时候 也学到的 这个我就是希望做到的事情 这个也挺重要 因为粤剧在2009年 被列入为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是为了全城 不是为了把它擠到博物馆 要全城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有一个说法 那样东西是什么 好像刚才有观众所说 他买了很多书来看学书曲 越看就越乱 越看就越不知如何做 有没有一个方法 就算各有各不同的教法也好 有一个不同的说法 可以有一个比较统一到的标准 如何形容那件事 或者一个进程是如何 会不会这样可以令到这个文化遗产 可以继续传承下去呢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 在座很多人关心的事情 其实有标准的 真的有标准的 你说到某个阶层之上 就各司各法了 但是基础是有标准的 你不能自己触音错 丁板错等等的东西 你开口其实连键都不对 这些肯定是不容许的 基础是有的 不过去到某一个阶层 就可以说拮展其场 我相信每一件艺术的事情都是这样的 好像还有朋友有提问 因为差不多要看今天的时间 如果想提问的 就先举手 我们知道要预计的时间 最后有一位 那边有一位 那边有一位 还有前面的阿詹太 在座各位好 我相信在座各位 都没有谁看过 今年第一届演艺学院戏曲 毕业生的演出 四年的学习 为了拿一个学位 所以去读 但是我觉得 演艺学院培训出来 都挺四不像 不是京剧 不是坤曲 也不是粤剧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 那么多位 对于演艺的培训出来 那些学生毕业 将来是怎么处置 或者是怎么安排 我不太清楚 这件事 我希望李小梁先生 一会有时间 有机会 再讲一讲 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广东音乐 演艺学院培训了很多 音乐人才出来 但是 不是就我们广东音乐 不是就我们粤曲 是浸了很多西乐十二平均率 所以我现在觉得 那些粤剧也很难看 因为音乐已经很不行了 那我怎么可以 买票进去看下去呢 我也希望演艺 其他人士去回应 因为绝大部分小朋友 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广东音乐 真正的论 或者真正的音乐 很多很多人都错的 不对的 那怎么办呢 因为我去年也有问 有些师傅是连音音都不准 我不知道一年之后 大家有没有改善和正视 第三件事 我有留意到 香港学校粤曲比赛十几年 没有什么大进步 反而退步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 是教那些不行 教那些既然不行 教错真是很惨 我看见小朋友是误人子弟 小朋友花了时间 父母花了钱之后 但是出来的效果是这么差的 你说我真是一直听 这个伯母 于心真是不忍 我真是很希望你们 正视一下 你说过天花龙鳳 但我实际去看过 全场 没得几多个 真的去看过这三件事 谢谢 谢谢 好 好 的确很多人关心 粤剧的传承和教学的问题 我们不如再听两位朋友的意见 好 旁边一位 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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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哥 梁教授 你好 我是广州来的 广州中山大学 我本来一直对于粤剧的传承 这个问题 一直都很感兴趣 一直很关注 在大陸我看到的情況 其實他們是拼命想那些年輕人喜歡粵劇 為了遷就那些年輕人 拼命要等粵劇怎樣潮一些 怎樣進一些 但其實在我身邊 我認識的年輕人會去看粵劇 或者看傳統戲曲呢? 他們是喜歡它傳統 喜歡它古老 喜歡它原汁原味 我就不像香港在你們 教育推廣這麼多年的過程中 你們會不會遇到同樣的困惑或者問題呢? 另一個方面來說就是 剛才那位女士也說過 其實我們很多事情是 無論教育 現在可能下一批演員 或者觀眾 他們無論的表演和欣賞 他們都脫離了我們傳統的審美 這個跟我們的一些格律 就是說 十二平均律 很多現在有可能新一輩的音樂人 他除了這個簡譜之外 他都不會譜 你不要說 你寫幾句 你告訴他幫旨而往 你會拉會唱 你給他一張公車譜 他也不會看 這些是基礎性的問題 就像你說 很多表演的細節 現在沒有人學 但是在舞台上 觀眾不會看你每一個細緻動作 或者 但演出人會覺得你相不相似 現在很多演員做官舞官樣 做皇帝沒有皇帝樣 做神仙沒有神仙樣 這樣你們從傳承教學方面 你們看看如何去 如何體會這個問題 有話說 謝謝 好的 現在到了45分鐘時間 不足夠 我請了想發言的 最後那幾位 發言我們台上的朋友 一次過回應 接著有詹太太 還有最後一位朋友 接著… 詹太太先 接著後面最後一位朋友 好 謝謝 總結 其實我今天來 就是沖著輝哥講藝術教育的明天 所以我很希望在這裡 收到一些資料 或者知道大家對於藝術教育的明天 怎麼看法 明天當然會有 今天有昨天 剛剛那位聽眾說 你們做藝術教育 你們當時是憑什麼 是不是要為了小孩子 要將他們 就他們的興趣 做一些時代的事情 我記得我們最早期的時候 和輝哥 和余少華先生博士 和陳守仁博士 我們好幾個 做一個這樣的課程研究 就是我們第一個最重要的宗旨 一輝哥 你記得嗎 就是要原汁原味 是要傳統的 我們不需要給他們的興趣 而做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回答那位老師 一直到現在現時 我們的教育課程 都是原汁原味 然後我想回應一下余國烈、余總 剛才問寶華卿 教學法的問題 在藝術教育裡 其實也分開有一個專業的教育 譬如演出 無論是唱、唱、唱、打、打 也有一個普及教育 就是在學校裡面 即是說 在最早期有樂器、有演出 其實最早 都是從藝術教育開始 至於學校裡面的音樂教育 其實它的歷史不太長 百多年 但是這百多二百年裡面 特別因為我是研究 英國那方面的藝術教育 它有很多學校裡面的專家 教育家、一同努力 在百多二百年裡面 做到一套教學法 或者有其他的人 例如利用合唱的教學法 利用樂器的教學法 利用身體的律動教學法 有很多教學法出來了 但回顧我們 現在其實是剛剛起步 在學校裡面 只是做到一些課程 是需要教育大學 需要現在的教育局裡面的同工 去努力把這個教學法 研究出來 我想藝術教育 就在普及教育裡面 我相信會有燦爛的明天 謝謝 謝謝 謝謝讚太 好 還有最後一位朋友在後面 接著我們總結 剛才那位小姐說 關於演藝學院的表演 我沒有去看過 不過我聽過那些報導 就好像她說的 就有些四不像 就是他們的課程 聽… 就是我看報導 就是說 真的不太用傳統的粵劇 教法 加了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我知道 就是師哥先生 新馬施貞先生 他們都曾經學過經劇 吸收了他們的優點 加進去那裡 不過原則上 都是用粵劇的傳統 如果你真的去做粵劇 雖然你吸收其他的優點 但應該都不要違反粵劇的傳統 就是梁教授 就是教育學院 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阿輝哥 你們可不可以和演藝學院 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越拳 但是真的好像說 有多心痛 如果她教出來的 那些不是很傳統的粵劇 不四不像 也真的不太好 好了 你們自己斟酌一下 有否可以改善 好 謝謝你 時間差不多 我們請兩位主角嘉賓 做一個統一的總結和回應 似乎都是圍繞著一個問題 就是傳統和現代化的問題 我們從學術的角度去看 全世界的傳統音樂 其實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其實經過了很多很多年的過程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所謂典型性 authenticity 的傳統音樂 是有改變的 每一種世界上 每一種傳統音樂 都有改變的 現在我們看看粵劇 其實粵劇都改變了很多 從《施覺仙》的年代 二、三十年代到今天 是變化了很多 也看到有些很創新的事情 是當時做出來 是不行的 就是不行的 是自自然而是由整個社會 整個社群 去做一個 我覺得很民主的一個投票 就是說如果觀眾不喜歡這些事情 自然就沒有了 不過在這裡我仍然強調教育 就是說什麼是傳統 為什麼是存在的 這些傳統是為什麼會存在的 例如年輕人不喜歡羅古 很大聲說他很吵 我們要教會他們 其實羅古本來 因為粵劇的環境 是一個做神功戲的地方 是一個室外的地方 如果去到室內 如果有少許的調節 可能會好 但起碼我要教會他 這是一個氣氛 這是整個戲裡面 造成一個 例如大觀出場的時候 當然要吵一點也沒有辦法 是要有這麼大聲的效果 才會像是一個官 或者所謂的官威 這些是要教的 教識了我們的年輕一代 知道明白了之後 知道原來傳統是這樣的 有這樣的原因 他們會接受 他們會理解 然後當然長期下去 如果真的到某些時候 我們不是一個人兩個人 可以改變到這個傳統 是一大群人 是整個所有的持份者去改變 才能改變到 所以我覺得 當然 我們會堅持我們的傳統 尤其是有合理地 的傳統 應該會堅持 輝哥 怎樣看 我經常堅持 別人說我保守 但他們忘記了我四十多年 搞實驗粵劇 四十多年前 搞實驗粵劇 那個就是我 大家都忘記了 以為我很保守 剛才所說的有幾件事 我都觸動了我 第一個就是 經了很多事情 有些經的地方 我同意 同意什麼呢 有些村戴 因為我們廣東戲 因為我們在田野長大 經戲在皇宮裡長大 所以它細緻少少的村戴 我同意的 我同意的 不是說走回古老的時候 還有一件事 服裝也經過很多年代的改變 但是現在真的經過頭 我相信 李小良博士 他一定會想 有辦法的 因為他接手不久 不要罵著 很多事情是根深蒂固 是舊陣事 一直流落了 現在 當然我 不想在這裡說太多 別人說我抹黑人 其實 現在正在做功夫 我知道他們 是 不僅止我們 很多教粵劇 現在都經過了 這是因為很危險的事情 很危險 因為我們以前都學經 是怎樣 先學粵劇 然後才學經 不是一二三學了經 才學粵劇 才學粵劇 這是真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 說到音樂 其實香港 是被十二平均率控制了 其實我是反對的 我是反對的 你看看亞洲周邊的地區 哪個地方採過十二平均率 日本傳統的東西 一點都不採過十二平均率 越南和泰國 沒有傳統的東西 沒有採過十二平均率 只有我們有些朋友 這麼愚蠢 經常說我們的刺法不合音 其實不是的 讀功赤呢 我讀簡譜和功赤是否一樣 不一樣 是我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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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 如果你讀功赤出身 和讀簡譜出身 和讀簡譜出身 和那段話一樣 我讓他休息一下 我不反對讀簡譜 因為現在很多教音樂的老師 他懂得簡譜 他不懂功赤 但是希望他們明白 功赤與簡譜不一樣 再仔細研究功赤的感覺 還有一件事 也牽涉到我們真的是中國音樂 我們不知道還有沒有中國音樂 我現在懷疑 我們懷疑我們還有沒有中國音樂 因為 所有非中國音樂的地區 他可能會說齊 對位 我們中國音樂 有一個出發點 中國音樂不是玩給你聽的 而是玩給自己聽的 你玩鼓琴是不會玩給自己聽的 是不是 他不是讓你欣賞 他自己欣賞 你不欣賞就罷奏 麻煩你拜拜 所以 出發點基本是不同了 所以他說什麼齊 我們以前所有廣東音樂的大師 大師級的人馬沒有一個說齊 沒有一個說齊 他是我這件樂器 玩這一段抱子 是抒發得最好的 他就把這件樂器的東西 這件樂器的感情 在這個抱子裡面抒發得最好 就是這樣 所以楊錦又楊錦玩 琵琶又琵琶玩 三眼又三眼玩 儀戶又儀戶玩 是全部的 但是合起來很漂亮的 合起來很漂亮很漂亮的 他擦出火花的 但現在就不是粗兵那麼齊 粗兵那麼齊 還以為每天都聽到一樣 你十年後玩那些東西一樣 我買了一支唱片 是不是差不多 我需要聽你玩呢 是沒有了生活 沒有了生活 在裡面的 這個真的是危險的 但是我們怎麼跟那些年輕人說呢 是不是 怎麼說是不一樣呢 我不是很有本事 這件事 就是傳達這個方式 我不是很有本事 我只是說到自己的感受 謝謝 作為主持人 我也有點觸動 二十年之前 我很記得 開始認識 廢哥在接觸戲曲的時候 粵劇界很多朋友是擔心 粵劇在香港 去到他們這一代 已經是最後一代 在過去這二十年裡面 其實有很多功夫 有很多不同的人 做了很多不同的功夫 很多今天都是在座 或者有關的機構 今天都是在座出來 我想 去到這幾年 我已經很少聽得到粵劇的大老官說 粵劇去到他們這一代 是最後一代 只不過有時候 就是說 下一代怎麼搞的 我覺得 粵劇去到這裡 已經有一點 轉 一個彎 一個跡象 已經不是去到 一個完全 沒有希望的狀態 就是很多人不同 在做不同的事情 去到這裡 我看到 過去的十年裡面 無論是政府 教育署 不同的機構 都會做很多不同的功夫 我也知道 自從廢哥去年 出了第一本書之後 收獲也不錯 後果也不錯 賣書也賣得不錯 好像又再版 又會得到一些獎 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希望在這裡 呼籲大家 在座上有很多人士 是認識的 餓虎藏龍的人 有很多 以往 中國人傳統 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自己說 不出來說 但是 越來越到今天 事實上是需要一些 認識的人 出來說 像輝哥那樣 將他寫出來 將他出版出來 將他錄下來 不可以真的 收起來 給自己 是這樣的 真的要將他可以做出來 才可以做到今天 我這本書所說的 《生生不息,生火傳》 才可以這樣做出來 我在這裡 不僅是第一次 希望輝哥再出一本續集 如果大家支持一下 可能他明年 真的會 今年再花多點時間 再借Bobo姐一些時間 謝謝 再借Bobo姐一些時間 再出來 懂事的人 做多點 講多點 出版出來 在這裡再多謝教育大學 大量的支持 再多謝《天地圖書》 這本書出到來 接下來 除了多謝 再做兩位講者之外 接下來還有一個簽書 和簽書的時間 最重要 懂事的 好的 要有大家的支持 才可以繼續下去 多謝 謝謝 謝謝